第3隻眼睛大力看世界 台灣男明星林志穎日前出車禍受傷入院 撞車的視頻在網絡上曝光 林志穎的家人透露 林志穎仍然處於昏迷之中 未來3天是關鍵期 當地媒體披露了事故的細節 47歲的林志穎在7月22日上午10時50分開著Tesla電動車 載著6歲的兒子Janson 由盧竹區中正北路往桃園方向行駛 途中撞到機車分隔島 後來事故的車輛猛烈燃燒 林志穎的頭部受傷 一度無法說話 手臂更加有甩膠的情況 坐在副駕駛座的兒子 面部受傷 受到驚嚇 幸好汽車在陷入火害前 路人合力將困在車裏的林志穎父子救出來 隨即送去醫院救治 林志穎車禍的監控視頻 在網絡曝光 畫面顯示 他駕駛的汽車左轉 直行大約百多米之後 突然偏離車道 裝上隔壁帶及指示桿 隨後汽車起火 但是當時的車速並不是很快 而且林志穎本人是一名職業賽車手 這個令外界對於這種車禍的原因 產生了很多疑問 警方排除了走駕 具體事故的原因需要調查 當日下午5點多 林志穎工作室發布聲明 公開林志穎父子車禍的情況 同時 林志穎的弟弟林志音 和經理人 也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感謝好心人 將林志穎和他的兒子Janson 從汽車裏救出來 聲明說 林志穎多處受傷和骨折 目前由長庚醫療團隊進行手術評估中 病情暫時無法詳細說明 林志穎表示 哥哥目前相對穩定 接下來這兩三天將會是關鍵 有關林志穎發生車禍事故的多條消息 登上微博熱手 網友對林志穎遭遇事故受傷感到疼心 很多網友聽到林志穎的弟弟 專門為了這件事開記者招待會 表示感嘆和驚訝 有一位網友說 太長時間沒有見明星開記者會了 突然間見到熱手上有個記者會 還有些不適應 足早日康復 另外一位網友說 感感現在公眾人物都很少開記者招待會了 這種形式 其實比網上一條聲明更加真誠 不過是在有必要的時候 比如說面對質疑的澄清 和解釋事情之類的 港台的這些老傳統 還是有何趣之處 這樣更加正式地 亦都令到謠言會少一些 還有網友說 大陸一些社會事件 是不是也應該好像這樣開記者會 來回應一下大家的關節呢 這個才是澄清謠言的有效方式 更加有網友是這樣說的 看看內餘的那一班老陸門 記者招待會 發夢啦 明明自己的錯 不要說開記者會道歉啦 反而會跟你搞過什麼聲明 警告網友 動不動就正網 威脅大家 一言不發 還發了律師信 還想搞記者招待會 發白日夢啦 當晚林昭穎的哥哥 林志傑對台灣媒體透露 直到他離開醫院之前 弟弟仍然在昏迷當中 但是狀況都還算是平穩 弟弟現在還未能做手術 因為腦震盪至少要觀察兩天 林志傑直言作為家人 他也束手無策 而且跟外界一樣好奇 車禍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一切都要等警方去釐清 林志傑說 其實車速又不是很快 到底什麼原因呢 真是沒有人知道 這次車禍 跟林志永同車的是他的6歲兒子 Jason 林志永和他的太太陳若兒 育有3個兒子 分別是12歲的Kimi 和6歲的雙胞胎 Jason 和Kyson 這次和林志永一起受傷的 是雙胞胎裡面的哥哥 外界猜測 林志永為了保護 坐在副駕駛座的兒子 自己承受了最大的衝擊力 林志永 由車裡面被救出來的時候 頭部受傷流血 一度沒辦法說話 手臂也有甩膠的情況 他的兒子真神 雖然受了驚 但是幸好都只是面部有點擦傷 根據台灣三立新聞的報導 該台的攝影師吳明正 事發的時候剛剛經過 根據他的描述 當時看到對面線的白色Tesla 絲毫沒有減速 直接就衝向了中央的分隔島 發出了相當大的撞擊聲 當時他帶著太太和小孩 原本是要去牢捉親子管的 但是救人要緊 他立即將車停泊在對面線進行救援 但是當時因為Tesla的車門設計很特別 不知道怎樣可以開到對門 突然間副駕駛座的車門打開了 傳出了有字的聲音 他首先就安撫了一下 接著小男孩開口第一句就說 你抱我啊 吳先生就馬上兜過去副駕駛座 解開藍童的安全帶 將人帶去行人道上 接著 他又回到車頭開戰無煙的Tesla的旁邊 企圖打開駕駛座的車門 在一陣摸索之後 車門打開了 發現林志榮整個人捲縮了 塞在腳踏板的地方 背對著車門 眼見火勢越來越大 他趕緊就兩手插在林志榮的脖子底 將它拉出來 但是林志榮的腳就卡住了 幸好其他的熱心民眾 紛紛上前幫忙 才能順利地把人救出來 剛剛救了出來 火蝕就立即吞死了駕駛座 車頭燃燒起來 僅僅只剩下骨架 真是幾秒鐘的事 如果再次幾秒鐘 後果真是難以想像 至於被救出來的當下 林志榮的狀況是怎樣呢 吳明禎就說 雖然還未到昏迷 但是他已經全身貪圓 當時他要將個人拉出來 林志榮有發出個小小聲的新人聲 抬了個人去行人道的時候 林志榮也試圖拜託眾人幫忙參負他 不過吳明禎就跟林志榮說 不知道有沒有傷及脊椎 所以不要亂動 目前小孩安全 要動手拉個人出來 因為如果不拉你 你會死在裡面的 後來也請人幫忙撐傘 遮太陽 和告訴林志榮 然後吳明禎又讓林志榮的兒子打電話給家人 林志榮的妻子第一時間就知道了先生和小孩的狀況 也在了解事發經過後 立即趕到林口長庚醫院回合 事實上 這次已經不是吳明禎第一次冒危險去救人 至於會不會怕突然爆炸 吳明禎就說 當然還是會害怕 但是也沒辦法 眼白白地看著人在你面前燒死 如果沒有救人 自己會難過一輩 根據TVBS的報導 有不公開名的醫生表示 林志榮雖然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因為車禍重擊 造成了顏面骨折 肩膊的轟骨 粉碎性骨折 以及輕微的腦部受傷 需要等狀況穩定後才可以動刀 林志榮的傷勢需要跨部門共同的醫治 並且由神經外科 骨科和整形外科 跨團隊合作進行 並且由臨口長庚院長 親自進行手術 長口臨庚也證實了這件事 眾所周知 出生於台灣的林志榮 是中國演藝圈裡第一個職業賽車手 十歲時參加遙控車比賽 獲得全台灣亞軍 並且跟記者說自己的夢想 就是當一名賽車手 十五歲靠自己打工 買了自己人生的第一輛車 並且自己動手改裝 由於不為亂速度 林志榮後來的每一部汽車 幾乎都是自己動手改裝車 以提高性能 所以不知道今次的車禍原因 是不是和他改裝車的速度有關呢 無論如何說 車輛的原因也好 人為的操作不當原因也好 既然事情發生了 還是希望林志榮能盡快康復 畢竟他出道這麼多年 都沒有負面的消息 算得上是比較難得的了 不過林志榮的車禍 令到我們記起另外兩宗車禍 第一宗就是在7月15日 廣東潮山地區 既然發生了一宗恐怖車禍 一個爸爸 晚刻帶著女兒出去玩 女兒想吃冰棒 爸爸就幫他拿著滑板 然後經過了一個路口的時候 這個女兒就被後面的一個白色轎車 撞到正 聽到女兒的哭哭聲 男子才意識到情況不妙 當他看到女兒被壓在車底下 就趕忙跑過去想救回女兒 衝著司機大叫 叫他把車退後 結果那個司機 不僅沒有把車退後 而是踩油門加速向前 開走了 整架車強硬地 就在女兒身上 剪壓過去 直到撞到前面的石頭才停下來 其實是那個女兒 第一次被撞到的時候 只是撞到雙腳 車哪怕只是退後一步 她的女兒就有救了 可能只是骨折 殘廢甚至乎要截肢 但是絕對沒有生命的危險 我們沒辦法想像這個爸爸 看著自己的女兒 會生生地被撞死 應該是有多麼絕望 看著這個視頻 實在令人家太難過了 我們將他完整的視頻連結 放在評論區 你們自己去看吧 第二宗車禍就是在7月19日 深圳市南山區 一個送外賣的人 被一架黑色的車撞到之後 遭受到兩次的剪壓 現場視頻發出後 引起了輿論的關注 深圳警方就聲稱 這次是意外事故 並不是故意去剪壓的 網民紛紛質疑了 警方是否包庇小市的司機 根據六媒《極目新聞》的報導 7月19日上午 深圳市南山區 一名送外賣的小哥 在路上開車的時候 就被一輛黑色的橋車撞到 之後這輛黑色的橋車 還向後方移了一段小距離 對外賣小哥進行了兩次的剪壓 現場視頻顯示 黑色橋車最初是停在路邊的 後來慢慢啟動 向左猛拐 這個時候 一名外賣小哥 騎著電單車 由路上駛過 這輛黑色車 硬撞到外賣小哥那裡 並且直衝向馬路中間的間隔欄 外賣小哥和電單車 被壓在黑色橋車下面 關於這個車禍的完整視頻 大家也可以在評論區看看 我們在這裡就和大家拿了一些截圖出來 我們和大家描述一下 當時邵氏的黑色橋車 撞到人之後不僅沒有停下來 還向後急速地倒車 倒出了5米左右 撞上了後面的一輛橋車之後停下來 這個時候 這輛黑色橋車突然又再加速向前猛衝 再次撞壓 躺在地上的外賣小哥和電單車 黑色車再次撞上隔離欄之後 又急速地向後倒車 這個時候外賣小哥由地上爬起來 一拐一拐地向旁邊跑過去 接著邵氏的司機下車 看看他的黑色車有沒有受損 並且在這裡打電話 但是他對於被自己剪壓的外賣小哥 不理不問也不看 現場的視頻傳出之後 網民紛紛譴責這個黑色車的司機冷血 故意殺人 有知情的網友說 邵氏車輛是接近百萬的大眾揮騰橋車 7月19日下午 深圳交警在微博上發布通報說 當天上午9點17分 在南山區南山路北往南方向發生了一宗交通事故 駕駛小車的44歲金某和駕駛電單車的22歲陳某某發生碰撞 事發後陳某某經120送醫救治沒有生命危險 通報說經過初步調查 金某是因為緊張操作不當 兩次前進撞到陳某某 目前金某已經被帶回去公安機關 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隊 南山大隊射口中隊工作人員 也對陸媒說 這次事故是意外事故 黑色車的司機並不是故意剪押 對此網民紛紛發貼質疑警方包庇邵氏司機 網友就說 你說不是故意剪押 那他為什麼又向後到了一段距離 開始兩次剪押 你解釋給我聽一下 路上那麼多監控錄影 可以查看清楚 故意剪押行為太明顯了 如果不是外賣小哥 還能爬得動 視頻裡面已經有第三次剪押了 另外有網友就說 看到視頻之後才知道 第一次就是對上了 退後再次加速撞上去 如果不是有人幫忙拉開 還會有第三次 這個多麼殘忍黑心 比殺人更加過分 這個明顯就是司機故意殺人 警方為什麼還要包庇司機 外賣小哥應該起訴他們 還有網友就說 有錢人都頂不住有權勢的人 他們指鹿為馬 掌握一定的話語權 如果不是有錢人 怎會拿錢去賄賂 就是因爲搞不過 誰有揮騰的車牌號碼 查一下是不是官員開的 看完發生在大陸的這兩宗車禍 你說林志穎如果是在中國發生車禍 他還能夠在距離汽車燃燒前5秒鐘 被救出來嗎 好了 今天的節目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 喇嘩 選用